老头捡到了一个神秘蛋 他小心翼翼把蛋放进白宝箱 不料老头刚走 白宝箱就突然砰的一声 万万没想到 蛋里竟孵化出了一条6.6米的小巨蟒 更恐怖的是 这条小巨蟒竟还会隐身近 并且还叼走了女人的限量版蟒 这把老头吓得尿不是都湿了 大漂亮为了找回口红开始地毯时搜寻 最终锁定在了厨房里 两人疯狂地往地上撒爆米花 这方法果然管用 很快就发现了小巨蟒的攻击 大漂亮抄起一把菜刀就扔了骨 这刀法就连老李飞刀也自探了 小巨蟒疯狂对着大漂亮呲牙咧嘴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惹了不该惹的女人 大漂亮见状将小巨蟒的七寸死死踩 紧接着抄起菜刀疯狂酷吃 这女人狠起来是真的可怕 小巨蟒瞬间就被切成了两段 大漂亮又酷吃一下把手捅进了肚子 在里面疯狂翻着口红 可大漂亮还是不解气 询问老头蛇蛋是在哪里捡到的 大漂亮要去将那蛇窝给端了 可很快他就会为这一决定彻底厚 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科幻剧 没有看过的朋友千万别错 保证你看完大虎鬼